美股重創 港股技術走势绝劣 造成了昨日恒指遭到重锤轰顶的原因 恒指低开后迅速低走 全无反弹 最低时报19281点 跌644点 收市仍在低档徘徊 为19319点 跌605点 跌幅3.04 是第四日连跌 四日共损失1284点 为去年12月21日收19160点后 最低的收市指数 换言之 能否力守19000点关 下周见阵仗 昨日总成交有1664亿元 增635亿元 交投激增 同抛售有关 不但约细板块股份租狂沽 连近期呈强的项目亦被清洗 包括石油 电讯 汽车在内 例如中海油 00883 大跌6.8% 中联通 00762 急射9% 比亚迪 01211 重创8.1% 这样的狂射 很多人也包括我头牌在内 实为此料不及 这样的风跌有如传染病一样 将大部分股份都感染了 也生病了 整个大市 一卸如注 为年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交易天 道火索有人归咎于车股减价战 减价虽对促销有一定效果 但亦令整个汽车行业出现混乱局面 市场人士担心 过度的削价 将市造车无利可逃 甚至因恶性竞争而亏损 这是汽车股全线响警暴而纷纷沉底的原因 另一个使人忧虑的是 美息和通胀情压不住而继续上升的趋势 不但搞垮美国经济 亦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虽然加息令银行股有利 但若经济衰退 各行业财困不止 则银行也难独善其身 昨日连银行股也被抛售 就是这种忧虑情绪的爆发 汇控00005大跌3 6% 恒生00011沽低4.2% 亦是很多人想也未想过的事实 自然 作市山崩地陷息的错落 亦和一些大炒家被追捕仓有关 个别的见形势不对头 也就自动 斩滥套回现金 这一类 自杀盘 并不小见 尤其是在一些最多人炒的项目上 后市如何 我认为在风暴来临之时 大家无必要与之横抗 最佳的做法是静观其变 上次是年跌六日之后才反弹 今次会否剧本重演 加上从去年的经验可见每逢三月份都有危机存在 去年三月恒指跌了七百一十七点 年代二月及四月组成三个月的年错 共失地二千七百一十三点 前事不忘后事之思 小心使得万年船 这一格言 还是要好好记住 两会以近尾声 大家可以看到中央对平经济的决心很大 我们的信心 也绝不因股市的一点波动而失去 中长线看好的取态不改变 对短期的风浪 可太然处置 相信可安然度过困境 再见艳阳天